TNT的阿拉伯地圖 雷歐聊世紀TNT同心 大家好我是雷歐 今天來看越南人對上日本人 這場比賽是TNT的阿拉伯地圖 這場比賽是 世界冠軍HERA對上 天空熊台灣的 知名選手 天空熊這一次也是 遇到了HERA 為什麼最近天空熊跟HERA的影片這麼多呢 這是因為天空熊 已經進入了神的領域了 已經可以遇到 YO 肥龍 還有MIPER 這些知名等級的選手 所以之前不是不做天空熊的影片 只是之前可能還遇不到 但最近已經常常遇到了 所以我們的頻道 將會出現更多的天空熊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天空熊選擇的文明 是日本人 日本人的特色 是他的魔防 還有採礦地伐木場 都是半價的 所以省下來的木頭 就可以多開 農田或是開 軍營 早期潛壓 打棒棒開局也是適合的 而且風箭時代棒棒還有攻速加成 因為他這個文明呢 是步兵攻擊速度最快的文明 他的工兵路線也是很強力的 你要走步工兵 或是馬工兵 都有這個全滿的科技 而且他的馬工呢 還有流敵馬 對步工兵加2點傷害 非常的舒服 那日本人的騎兵路線 稍微可惜一點 沒有三級馬開 但是至少也還有品種跟跟蹤技術 到了帝龍世代出 輕騎兵或是城堡世代打騎士 也沒什麼太大的問題 那後期呢他還有這個彈射器 可以讓巨型投司機的 裝拆速度變成最快的 而且攻擊速度也可以提升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HERA選擇的文明是越南人 越南人的特色呢 是他的弓箭手單位呢 有這個血量加成 但是只有射箭場的 寶兵是沒有的 所以他的強弩兵呢 帝王戰矛還有馬蜂 血量都是特別多的 那後期也可以轉些槍兵 當出前排 或是後期也可以轉些毛相夫 那越南人的毛相夫呢 也是血量最多的毛相夫文明 這個恰特拉閃 可以讓毛相夫的血量加100滴血 那後期越南人也有火炮 而且還有工程工程師 整體來說 越南人是一個很強力的文明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兩邊的地圖 那地圖看起來 HERA的地圖是還可以 兩塊黃金都不是在前方 這裡可以開TC 後面這裡可能比較難手 但如果右邊可以圍到底 或是這邊可以圍下來 那就沒什麼問題了 地圖來說還算是蠻舒服的 有四片木區 有點算是偏天土的感覺了 我覺得對我來說是天土了 但是對於高手來說 不知道是不是天土 那接下來看一下天空熊這裡 天空熊這裡 是果子在外面 哇光這個地方我看到就很難受 天空熊這邊果子位置不太好 兩塊黃金也在偏正面 但是黃金跟石頭都在後面 而且只有三片木區了 跟HERA的地圖相較比起來 就可以看得出來天空熊地圖是很不好的那種 而且是果子遺留在外面 跟HERA在裡面 就是這個防守難度差距很多 好 但是要在烈士的情況下 還能打贏高手 那才是真高手 我們來看一下天空熊這把會怎麼開局 那接下來天空熊肉馬過來看一下 HERA這邊偷了織布 偷織布要打一下嗎 天空熊好像沒有發現 偷織布 這時候才打 這隻臭米糕好像可以抓 但是沒有抓的樣子 好這邊繞了一圈 HERA走了出來 好這裡是走了一隻槍兵 好以上封建按槍兵 這一隻肉馬 能再一刀拿下嗎 沒有辦法 很極限 天空熊這邊打得很好了 剩下一滴血而已啊 OK 那現在槍兵出來 按了一隻 轉出了肉馬 肉馬開局 肉馬開局 打法比較輕鬆 有這個偵察能力 可以隨時知道對手想打什麼 就可以進行這個預判了 好 但是由於HERA地圖實在是太好 但是他沒有這樣子圍過來 就圍下去 把這個附近遺留在外面了 但沒有關係 祖金在裡面 可以吃七七四十九天 吃到兔都沒問題 黃金 祖金在後面就是舒服 好那現在HERA地圖很好 決定要來直接上城堡賽了嗎 好稍微擋一下 天空熊這邊轉出了毛病 黃金還沒開始挖 那為什麼不早點挖黃金呢 因為天空熊這邊是想要先灑農田 再挖黃金 也有可能中途會直接轉直程 而不會在封建時代 待太久的時間 那HERA這邊則是挖金礦 囤了弓兵 往外走了 但天空熊早就有所準備 好 肉馬要走進來 靠了直下 要走出來 卡一下位 好看到毛病 HERA這邊要選擇撤退了嗎 那順帶一提喔 最近HERA的分數已經來到2945分了 再差個50分左右 HERA就要來到3000分了 以前我們常常在 開玩笑聊天室裡面有 鍵盤3000加 哇 沒想到現在天梯真的要有 3000加了 以前都覺得3000加是個 開玩笑的用詞 那結果 現在真的要有3000加了 那第一位呢 就是這個HERA 也很有可能 這就是世界冠軍的分數 非常可怕 那一般的玩家呢 在天梯裡面喔 可能剛開始玩世紀帝國 就是1000分左右 所以你要想 這個1000分到3000分 這個差距是有多大 是很可怕的 好 那我們接下來看到 HERA這邊的弓兵 是有繼續按的 按到了十字 待會可能可以轉個 馬舊 好 變成騎士配弓兵 雙黃金組合 也是不錯 那天空熊這邊是打穩 家裡是補了一些毛兵 右側的位置 並沒有太多的發展 左邊的位置也是 天空熊走一個 防守陣 好 家裡防守 然後待會要來轉毛兵 那日本人 遇到弓兵 弓兵的時候 其實 會稍微有點劣勢 除非自己打馬功喔 所以就要看一下天空熊 要不要轉馬功喔 好 但這個階段來說 對方弓兵這麼多 現在轉馬功一定來不及 所以站毛兵上去 一定是要升級的 這裡九隻毛兵 好 升級奴兵了 奴兵過來 先點掉一片田 兩片田 三片田 沒問題 這個田 趕快點 好 站毛兵二級射 好 這裡應該繼續點 點掉四片 哇 一二三四五片田 第六片田 也被點掉了 好 但天空熊這邊升級已經好了 後面的肉馬 已經解決掉 站毛兵 要踩上去嗎 還是等一下二級的工兵鎧甲 好 再來要等二級工兵鎧甲 那Hera已經要走掉了 大利亞在毛兵 在等待時機 好五秒四三 二 一 走出來 頭一發沒打到 但是Hera已經有所準備 頭死車來到了前方 拍了一下 中獎了 再一發 哇靠 這個站毛病 直接被打到頭破血了 天空熊這一波有點殘了 那日本人呢 他的救出思想是有的 所以也可以轉這個僧侶去招想 但是遇到對方工兵開局的時候 很容易被對方走個幾步 就往前射掉僧侶 所以最好的辦法 還是轉頭死車護丟 但是現在天空熊這邊地圖實在是太爛了 家門口前面有高地 直接被踩住 待會頭車高打低又有優勢 天空熊待會頭死車要秀 是秀得非常有壓力的 好 右邊這邊出來開TC 開始慢慢往右擴張 那Hera這邊則是開下第三個城鎮中心 3TC開農起來了 那兩邊都是走一個 前壓 天空熊不是前壓 天空熊是防守 但是都是有開TC的路線 好 這邊絕境不離 把再猛兵往後拉 看來是有感應到什麼 唱兵保留在後面 火矛一發沒打到 看到頭死車 小心 正面的射箭場被打掉了 果子也吃不完 天空熊現在有點難受 前面那天也被控制出 後面補了一個射箭場 好 先把產能穩定住 頭馬 頭掉了一隻 好頭車來 哇 這個一換一漂亮 天空熊有成功預判到Hera的移動路徑 好 還在繼續攻城 頭車直接砸了 砸下去 換掉 漂亮 天空熊又成功換掉了一台頭車 好現在兩台換掉之後 第三台有機會嗎 天空熊 可能沒辦法 要走了 哇頭車直接回頭拍了一下 這個世界冠軍的預判頭車 太神了 這就是現在台灣頂尖選手 天空熊 所遇到的怪物 Hera 世界冠軍 那我覺得這裡對天空熊來說 是一個很好的練習機會 平常能遇到世界冠軍的話 就意味著 將來天空熊在未來的賽場裡面 可以獲取更多的經驗 天空熊之後的勝率 應該就會有大幅提升的能力 所以我覺得天空熊現在多排天梯 打Hera 是一個很好的練習 機會 這裡 頭車 小心 往後拉 站往後拉 OK 躲到頭車傷害 好 一直換 弓兵很賺 一發一隻弓兵 好香 好 但是毛兵數量開始少了 那Hera還想去打 三 變三打三 Hera這一波是虧爛的吧 感覺Hera是有點故意 要跟對方天空熊 踢一踢的感覺 感覺那一波直接拉走就好了 但是Hera並沒有 想要全部射光 但是有二級的弓兵鎧甲實在是太坦了 遠防六點了 怎麼射都是一點了 好 Hera這邊點下了 彈道學一級挖金 頭車要走心 沒了 好 這點要轉馬弓了嗎 OK 劉迪馬 開始按 轉馬弓 日本人打越南人 才會比較更多的優勢 不然這個劉迪馬 不善加力量的話 日本人打對方的不攻兵 還是有點劣勢 以及人家有血量加成 光是戰矛戶頭 天空熊可能就進入劣勢狀況了 好 打馬弓的話 或許就會有所 不一樣 等一下 這一個是什麼東西 頭車打一打 哇 Hera這邊頭車三台直接被投爛 天空熊只損失了一隻 兩邊居然沒有拉開 我想說兩邊看到應該會直接拉開啊 天空熊 這邊是高地優勢 Hera這邊並沒有高地優勢 兵力也不是那麼多 居然沒有拉開 直接放掉了三台頭車 現在壓力非常的大喔 要趕快補下城堡了 但哪裡可以補呢 上方這個位置 這邊城堡補下之後 右邊的進攻路徑 又變成天空熊唯一可以進攻的地方 不然就從左邊繞過去了 但左邊實在是繞了一太大路 天空熊這邊想要來阻止蓋寶 在毛兵 努力的騷擾當中 後面投石車來了 這個投石車絕對不會放棄這個大好機會 開始砸村民 直接砸掉了一隻 頭車四千拍一下 拍到了 這個距離夠近 天空熊 這波頭車打得漂亮 擊殺了四隻村民 天空熊村民處 直接反抄Hera 世界冠軍 能不能拿下呢 結果頭車被拿下 但是還不是不錯 拿個四村還可以接受 但是Hera這邊已經點下了帝王時代 因為沒什麼出兵 所以帝王時代點得很快 31分鐘就點了 但是前面還出了一堆工兵了 還有投石車 那越南人這邊由於經濟科技研發很快 可以看到首推車都已經研發好了 但天空熊這邊也是 但由於時間減半的關係 所以天空熊本來應該是村民處會落後的 但是這邊抓了四村 臭兵成功反抄 這邊也點下了帝王時代 這裡留低馬 沒有打算回頭 現在Hera開始轉防守了 戰毛兵出來 戰毛兵現在有42滴血 跟日本人35滴血比較起來 繼續打戰毛這隻會劣勢 天空熊是決定轉戰毛 轉這個馬功 但是遇到戰毛兵還是有點難受 快拉走 這邊損失了兩隻馬 這裡馬功對射 射掉了一些 母子環也點下了 兩邊準備來到了帝王時代 天空熊現在要打贏越南這邊的話 可能要考慮轉馬 不然就是要轉頭車 或是戰毛互丟 但戰毛互丟丟久了 還是劣勢 對方投死車也可以壓制 這個馬功怎麼一直一直在送的感覺 是Hera這邊太厲害了吧 怎麼感覺天空熊走到哪裡 他都會被抓到的感覺 完蛋了剩下兩匹馬了 臨死之前 再抓一隻工兵 兩隻 哇 流低馬達 副工兵太強了 這個傷害 直接把工兵抓到只剩下一隻 好 現在日本人 天空熊 帝王時代 還有40秒左右的時間 馬鎧 開始在轉了 還是要轉一下騎兵了 沒有轉個肉馬 來打下這些戰毛兵 真的是會打到頭破血流 好 那Hera這邊是轉了更多的射箭場 是要轉帝王戰毛開丟嗎 還是要轉強弩呢 還是要轉強弩呢 好 兩邊打的都是偏防守反擊 這一把又是防守反擊 我怎麼說又呢 防守反擊實在是太多好處了 OK 這波砸了一發 再來一個 唉唷 唉唷 紅色被點掉 走過去 好 現在馬弓 17隻 好像手撕掉嗎 這會有點危險 應該是點不掉 後面過來了 用熊化學補了 清洗兵也點下 進駐城堡裡面補下血 但是沒有點草藥治療 所以現在補血也是慢慢補 稍加減補下血而已 好 戰毛兵看到村民 投了幾發毛 傷害很高 山村被拿下 來右側有幾隻工兵在騷擾 但問題不大 重點是這根城堡能不能堅挺住 帝王戰毛已經升級上去了 帝王戰毛有8點傷害 射程是8點 每一下都是8點 哇 8點8點8點 這不慘肉馬真的是不行啊 這個馬公一出去完全沒優勢 越南的帝王戰毛很麻煩 而且還有火炮工程工程師 越南人真的是一個非常強力的工兵文明 後期還可以再轉這個大象 如果黃金夠的話 但通常在阿拉伯來說 轉一個兵種 就沒有辦法再轉其他東西了 因為其他的工程器也不會消耗黃金 所以通常這把是打工兵的話 接下來就會只會看到工兵跟工程器 然後可能再配一些槍兵做防守而已 好這邊直接拉丑民過來打架 天幕從這邊是不是有先拉錯了嗎 應該是 肉馬過來想要抓掉 但是清奇兵只有二級馬卡 被帝王戰毛打很痛 爆血死去 沒有辦法只有二級馬卡日本人 用肉馬反擊還是有點吃力 要不要用巨頭直接拆火炮呢 好這邊又來一台巨頭 巨頭反擊 後面趕快拆 點不掉 肉馬過來 現在肉馬數量已經夠了 先前邊的防護力是四點 電王戰毛是八點 打他有四滴血的傷害值 哇可以看到這邊 帝王戰毛打這些肉馬 還是有點吃力 這邊距離太近了 但距離這麼近還是可以攻擊 這個就是帝王戰毛越南人的特殊能力 哇太爽了太爽了 好現在帝王戰毛 還有十八隻海戰 Hera這邊已經省下了非常多的黃金 但沒有打算要轉槍兵的意思 如果這邊轉槍兵的話 就有可能可以看到 毛相夫 那這邊轉槍兵的話 應該是看不到了 好這邊高打第一 這一波天空兵有優勢 但是後面兵力有點多 還是要撤退 肉馬先送隔一波 現在三弓還沒有點下去 肉馬傷害有點差強人意 但是這根城堡 可以成功拿下 Hera這根城堡 拆了就跑 金冠還沒有點 有點慢跑了 但是後面的肉馬還在追著 進行輸出 要被點掉了嗎 偷馬 偷掉了 OK 又換了一個 肉馬一直在追打 但是Hera好像毫不在意的感覺 好 衝你過來修理 應該來不及 但第二塔應該可以來修 趕快修趕快修 修起來 修起來 Hera能夠修嗎 哇靠 被Hera給修了起來 這根城堡殘血 天空熊沒有精力 可以點下重裝馬弓 選擇的撤退 這一波 天空熊兩根城堡都被拔除了 現在 兩個城堡換一根 三公終於補下 農田要不再繼續補 又要補到68片田了 OK 68片田 這邊喘落嘛 就會更穩定一些 其實或許 天空熊 也可以在這邊 直接轉重裝騎士 但天空熊似乎沒有要轉重裝騎士的意思 重裝騎士 其實還是比較 好打這些工兵團 但如果轉 重裝騎士 Hera要是轉槍兵的話 自己也是 不是那麼的好過 好 剩一坨 兵力要來了 天空熊要怎麼應對呢 重運大隊的弱馬 衝過去就完事了嗎 Hera這邊也轉出弱馬 Hera這邊弱馬的問題 是沒有三公 但是有三騎馬卡 存活能力 就比日本人的好很多了 好 左邊有一頭肉馬 抓到了一些村民 天空熊這一波 打得不錯 抓到了一些 來了 這一頭肉馬往前 先點火炮 火炮點掉了一台 再點生鋁 生鋁點掉 火炮繼續追 肉馬往前 繼續追趕 這一波天空熊 肉馬全部被強奴吃光 我們上高地 肉馬繼續補過來 但有點下水餃 現在有點難受 這一頭強奴一定要靠馬攻打才行 好 先把帝王載矛解決掉 馬攻就有機會跟強奴決一死戰 欸 怎麼在打 怎麼在打巨頭 完蛋了完蛋了 傷害被分散掉 這是故意打的嗎 但是你要扛著帝王載矛的傷害去打巨頭 有點虧 但是後方帝王載矛又來了 天空熊現在被雙面夾擊 前後夾攻 馬攻勢量越來越少 就意味著大會要撿這頭常骨的機會 也越來越渺茫了 天空熊這種受不了 轉出了戰毛兵 但戰毛兵轉型之後 就意味著自己有可能會被消耗死 那 帝王戰毛 對上一半的戰毛兵 血量差距也是很多 傷害 也是 雖然射程是一樣 但是 轉戰毛應該就是沒機會了 好 黃金這麼多 有點絕望 哇 感覺轉重裝騎士 似乎能打得贏 差這個兩點防護力 坦度就差很多 但天空熊這邊是 決意要轉重裝馬攻了 馬攻路線 再捅個一波 打最後一波 試試看 重裝馬攻還有30秒 現在還沒有傷到命脈 按繼續撐 馬攻來了 第二戰毛一個頭毛 分隊出來 針對馬攻 馬攻被逼退了回去 正面的弱馬開始下水餃 完了 弱馬沒救 完全彈不住 天空熊打出了聚聚 我們恭喜Hera拿下比賽勝利 哇 天空熊這一波弱馬狂暴 有點可惜啊 這個強奴數量真的是太多了 而且帝王載矛也很有效克制天空熊的弱馬攻 雖然馬攻可以打強奴 但是帝王載矛就很難受 但是天空熊的弱馬又沒有辦法扛住這些載矛兵的傷害 所以如果轉重裝騎士不知道會不會有更好的結果 這個我也不清楚 可能或許大概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 目前是Hera拿下 只有這樣的勝利 食物的部分是天空熊拿下 最後越南人還有三生物 再加上自己的紫幣技術 黃金應該是用不完了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的話請記得幫助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下次見